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早 太早 主席麻煩請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吳委員您好 林秘書長好 我想簡單問你幾件事 第一件事其實想問一下 這個關於刑事訴訟法 有關於被害人程序參與的部分 記得本席在去年前年的時候在第四會期 有責成要求司法院跟法務部 可能要針對這個刑事訴訟法 被害人程序參與的部分 到底在刑事訴訟法修法 或者是相關的程序上 應該要怎麼樣的配套 或者是召開過幾次的修法的這個會議 本席現在想問你經過一年多 請問進度如何啊 我看你們都沒有固定跟我報告啊 我們會把這個最近的研究結果 再送一份 有結論嗎 應該有結論 有結論了嗎 有報告 開過幾次會 秘書長我可以知道嗎 這個委員會 刑事訴訟延續委員會 我沒有參與 我就請我們刑事廳長 好啊好啊 請廳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報告委員 有關於這個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我們大概開了到這個去年的11月才結束 那我們有關於這個被害人陳述意見的部分 我們原來因應兩人權公約有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規定 那麼那個部分好像並沒有完成這個一讀的程序 那那個部分應該是在協商中 但是整套的被 你是說在上一次刑事訴訟法修法 我在問你的是被害人程序參與 重新再討論關於這個刑事訴訟法 增加不管是新的專章 或是在新的這個條文裡面去增列新的要件 如果有必要的話整個刑事訴訟有必要討論 是不是整個制度要改變變成真的徹底的當事人進行 我叫你們去開會討論 你怎麼跟我講上一次我們立法院什麼一讀二讀的事情 聽長你狀況外喔 你比我還狀況外 是報告委員 那有關於這一部分 你至少來當聽長你要把過去的東西 把本委員會 或是我們至少現在第八屆的司法委員會的委員有要求的 你要讀過看過嘛 是 委員報告我們已經把這個第三人 太扯了啦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我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已經把報告承送給大院 把我們的研究報告整本再去 那結論是什麼 我們把 講不出來 就只有講那個上次說夾帶著刑事訴訟法修法 我在問你啊 他有沒有上訴權 他有沒有訴訟程序的調查權 不是只有被害人程序啊 被害人程序參與難道就只有一個被害人程序 最後程序權嗎 被害人程序權本來刑事訴訟法就有規定啊 那個法官訴訟指揮本來就有的 是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頭 那我問你嘛 報告裡面可不可以申請調查證據 直接調查證據 不用透過檢察官 可不可以上訴 直接上訴 你們有沒有達成結論 如果都沒討論到那你再應付我嘛 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頭 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頭 是有把全部的利弊得失做一個分析跟比較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行訴研修會在第三審結束之前 一直沒有機會可以來討論這個專題 那後來呢 開過幾次會啦 請你告訴我 我們行訴研修會到去年11月底結束有開了三年 開了三年幾次會啦 沒兩個禮拜一次 不要騙我了開了三年 我不過才一年沒問而已 有六十幾次 好啦 你把結論告訴我 你把東西送來本席的辦公室好不好 是 我看你在台上也講不清楚 不為難你了 但是我告訴你啦 這個東西喔 其實不要以為我們委員喔 這個問過的東西就放在旁邊不會追啦 一年之後兩個會期我看完全沒有進度啊 所以麻煩你一下 今天就把那個報告的部分先給我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秘書長我另外再問您喔 關於那個大法官的這個提名的部分喔 那我們在司法院的組織法 其實針對第四條 針對大法官的資格的部分 分別有四款的規定嘛 我想問你喔 現在司法院對於這些提名的人選的部分喔 在提名的相關辦法裡面喔 分別喔 就是不管是第一款 曾經實任法官 或是第二款曾經實任檢察官 或者是所謂的執行律師業務 或者是教育部審定的教授 專家學者背景 或是國際法庭法官 或是第五款第六款 請問你們目前這些人選上面喔 分別在各個款項裡面喔 大概接受到提名正在討論的 委員會這邊在討論領選的部分 有分別有幾位啊 司法院這邊喔 只有針對第一款的喔 就承認實任法官15年以上 對 而曾經卓主這一類的 我們是提名這一類的人選 我知道說林輝煌就是 那是法務部提名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因為他是用第二款的部分嘛 那我只是想問說 那如果是第三款或是第四款 或者是第五第六款的部分 那這些人選的部分討論 是由推薦到你們司法院這裡 還是是由各公會的部分 那個我們只是實務界的 就是法院法官的部分 那其他的比如說律師啊 或者是其他要推薦 就直接推薦到審券小組去了 OK好 那我問你喔 就是關於第五款的這個 承認國際法庭法官的這個部分 也是屬於直接推薦到審券小組 也不在司法院討論的部分 沒有 沒有在司法院討論 好 因為我要問你一下 關於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 好 沒有問題 那命令啊 我另外再問你喔 關審制喔 因為我有點在算腫脹啦 不好意思喔 那個 我知道你們在去年的時候 關審制有討論過幾次 也排了案幾次喔 那後來沒有結論啦 那我想冒昧再問一下 現在我們就是在事辦 關審的或是參審的法庭 現在還有幾個法庭 法院 有六個法院 一共現在是六個院 哪六個法院 哪六個法院 士林 嘉義喔 然後高雄 基隆 花蓮 宜蘭 是所有的法庭 他都是碰到這樣子相關的案件 都是採用參審 關審 還是是只有特定的一兩個法庭 沒有 只有我們這個 不是說所有的法庭 法院的法庭都 就特定谷別嘛 對 對 就是特定的 由他們大概就是 人力的調配 所以你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已經從 你說從前年開始去年 那去年增加了六個法院的部分 那去年法院有沒有增加 所謂的表決的部分 這六個法院 也有喔 也有做這一部分 那你表決的紀錄這些報告裡面 有有 全部都有 我們現在已經 到現在是 一共是二十六場的模擬法庭 然後是幾個法院 你們這些表決的過程裡面 針對不管是 新政公開的過程裡面 然後參審員 或者是所謂的官審員 他們表示意見 你們在模擬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我當然知道說 將來真正在推動的時候 這個新政公開的過程 可能有些相關的書類文書 是不公開啦 但是現在既然在模擬 我們總要知道這些人 在討論什麼 關心什麼 那這些資料你們有公開啊 這資料有沒有提供給我們嗎 而且每一個模擬法庭都是 可是我看到這些資料 你們沒有提供到委員會 是你們自己在做研究嗎 對不對 可以麻煩你把這個六個法院 好在去年一年 在模擬的案件也好 或實際的在推動用官審 或者是參審的方式 不管是模擬案件 還是什麼方式 麻煩你把那個 他們在討論的過程的那個紀錄 在新政公開要評議的過程 評議的過程那個不能紀錄 那個是有錄影下來的 你不是模擬嗎 模擬對 模擬沒有所謂不能紀錄啊 這個將來正式的判決書 評議的過程當然不能公開 沒有紀錄的問題 但是現在在模擬 你總要讓我們知道 你是用錄影 沒有辦法用書面的紀錄嗎 難不成我們每次都要用 看錄影帶的方法 事後有這個研討會 有心得的發表 那這些可以整理一下 書面資料好不好 我想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幫你看那個錄影帶 如果可以的話挑幾場 然後把那個文字的部分轉 就是把它討論的過程 譯成文字 我們要知道其實是在這個 不管是官審員參審員 在評議的過程裡面 到底都是法官在發言啊 還是是官審員參審員那邊 他其實是也有表示意見 會提問題 我們要看的是這個部分 他是兩個 評議是官審員 他們自己會先評議 評議會出來有個多數意見 那這個意見 法官會再評議 根據這個多數意見 加入這個多數 所以我要看嘛 我要看那個過程 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誘導 有沒有誤導 有沒有其實 特別模擬的案件裡面 都會有問題的話 那真的 我們對於這個 不管是官審參審的部分 可能運作的方式 可能重新就要討論了 麻煩你把那個細部的資料給我 可以嗎 我盡量整理 可以 還有另外 關於錄音規則 法庭錄音規則 其實我知道 去年大概兩個會期 好像也沒有 沒有討論出一個結論出來 那現在到底是要單獨修法 還是要在那個法院組織法裡面修呢 在法院組織法裡面修法 那上個會期裡面 也就這一部分 有整合 整合那個像 由委員他的提案的 幾個 所以確定是在法院組織法 法院組織法裡面 不是單獨立一個 所謂的錄音規則或錄音條例 這樣子的規範 沒有在法院組織法裡面規範 在法院組織法 所以現在就是確定用整合在法院組織法的部分 是不是 是 好 那最後 這個本席再問一下 就是關於法律輔助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問那個法律輔助 它到底那個審核的這個條件 到底有哪些 可不可以麻煩請你再一次的把 那個從去 從我們前年的預算會期之後 一整年 關於這個法律輔助裡面 我們因為增加了中低收入戶 這個中低收入戶的這個成長輔助的個案 個案數跟它的案件類別 可不可以稍微給我們一些整理的資料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增加這個服務的對象 但是事實上服務的對象 相對的他們的案件類型 我們可能稍微也了解一下 所以把這個資料給我們也看一下成效 這樣好不好 好那就麻煩秘書長 那就麻煩謝謝 以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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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